大家好,我是艾圆神 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圆神,离谱 4.7-4.8角色顺序曝光 那塔火神技能首爆 攻击拐家盾斧,护盾笔金钟离 原神那塔8剧图曝光,火神开大三形态技能爆料 4.7克洛林德西格文技能实际一览 首先就是大家比较期待的4.7卡池的情况了 4.7卡池除了三位新角色克洛林德 西格文、赛索斯的登场外 两位复刻的角色基本上也已经确定 分别是艾尔海森、莱欧斯利 而之前提到的水神弗宁娜则是无了 这波延期属实是没想到的 然后,就是之前爆料提到的混池第二期开放的时间了 目前看来,4月7日新增了第二深渊 角色待机动作的购买等等 但是对于第二期混池开放没有提及 也就是说,4.7版本是不会开启第二期混池的 个人感觉的话,应该大概率会放到了4.8卡池开启 混池的角色则是甘雨、胡桃、公子、夜兰这几位 钟离的话,大概率不入混池 而后续的4.8卡池中 还会有新武新城女角色调香师登场 复刻角色的话,分别是水神、弗宁娜、纳维亚、尼鲁 再加上第二期混池的开放 值得一提的是 4.8版本的活动剧情中据说也是海岛 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倒是可以期待一下后续的相关消息 除此之外,就是后续纳塔的相关消息了 下图是火神的机制相关 据说是出定稿 一技能低频挂火 Q可以加攻击力 还可以生成护盾 一命护盾会被强化 可以比肩中离 二命攻击加成 四命则是能量降低 六命是攻击转双爆 一技能伤害提高 天赋则是全队火伤 简单来说就是大号班尼特 攻击拐加顿斧 满命呈火系后台大C 完全是配仆人 不过保不保真就不知道了 各位小伙伴们 还需理性观看哈 扁灵火神高马尾面罩少女来了 可莉妈妈形象美爆了 火神的形象 目前看来 是个高马尾少女 戴面罩 大家是不是也非常的期待呢 还有爱丽丝 她是可莉的妈妈 同样是精灵儿 白毛 一身火红衣服装扮 看起来更像是大号可莉 精灵成女 简直不要太好看了吧 那塔最新消息来了 5.0版本的那塔地图大小 大约是3.1版本虚迷地图的大小 并且在那塔会有快速探索的神奇机制 那塔的新机制 也会提升水元素或冰元素角色 同时会开启6套圣遗物的合成 至于火神的身高就说比水神弗宁娜高一个可莉帽子 所以说各位小伙伴们是不是也非常的期待呢 如果你对这些游戏的最新情报感兴趣 记得关注我的频道 我会及时为大家带来更多的消息和资讯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